來,我們今天來做一個主題演講 我們大家最近看新聞 這兩天啊 今天啊昨天啊 都有講到這些 那個新聞媒體啊 大府在報導 包括這個政論節目也在講 說美國的這個 國民警衛隊 計畫與這個 我們台灣的國軍合作 你會記住哦 是台灣的國軍哦 現在他們都在改的 我們啊 都把中華民國改掉了 你改什麼?改做台灣了 哦 現在 其實在美國官員的 我們中部中華民國了 你記住哦 在美國關聯的眼中 他們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是你 都來這麼傻的 傻的台灣人自己在講的 他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哦 現在 他說的這個當然 這個台灣還有問題 哦 但是讓美國來講說 我是來幫助你台灣 怎麼? 嘿 做訓練的 哦 比如說這個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他現在是說 他幫助你台灣的軍隊 做什麼 做訓練啦 啊這個 所謂的合作計畫 我等一下會講到這一個 啊你要記得齁 你要從一個視角來看問題 你要從 美國官員的視角來看問題 他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他沒有中華民國了 啊這個 美軍也不可能跟中華民國合作 你要記得 美軍也不可能再跟中華民國合作了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就沒有中華民國是要怎麼合作 啊所以我說的 這是看事情的一個 這個法律跟角度的問題 他沒有中華民國 這麼說的 在台灣的頭上這個 公的 又是因為中華民國 又在的了 當然啊 你的身份 已經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實際上 那個中華民國 一定沒有他了 啊 沒有他的身份 他也 這個中華民國 他也沒有跟你說 是會說 這個中華民國沒有了 他也 其實也不跟你講 啊你現在你使用什麼法律 他也不跟你講 其實實際上你包含什麼中華民國憲法啊 什麼他 他 那個什麼 一堆這堆的中華民國 實際上 他就變成人家說的一個國號而已 他是變成一個名稱這樣而已 說我現在是台灣 啊我名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情形 啊實際上你說這個中華民國 到底有存在 沒有存在齁 人家說 就存一顆皮 那實際上這個中華民國 說的事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在美國的官員的心中 跟他的甘臟 其實他 他沒看到中華民國 他現在看的是台灣啦 當然這個台灣 跟我們希望的台灣 也不一樣 因為 我們來講一件事 你能有台灣國的憲法 你也沒有 啊 我們為什麼 可以在國際社會叫台灣 啊我們這個台灣 到底是什麼台灣的台灣 到底是什麼台灣 是中國一省的台灣呢 還是什麼台灣 你都給他定位嗎 所以我說的 你如果要定位台灣 現在的國際地位 你一定要看台灣管理法 你要看台灣關係法 你才可以定位 這個所謂台灣的國際地位 定位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台灣管理法 你不知道台灣 在國際社會的這個新聞 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按法律來說 按國際法律來說 按這個全世界通用的法律來說 台灣今天的國際地位 是美國台灣關係法 的司法管轄區 美國的台灣管理法 的司法管轄區 可以說的 台湾水美國法律 在做管理的 台灣今天使用美國法律 在做管理的 台灣是用美國法律在管理的 台灣是用美國法律在管理的 所以我們以前聽過一個 有那個美國的管理說 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 是我 我們 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他在說的就是這個 他在說的就是這個 他在說的是不對 他說的是對 所以這裡有一個美國的國內法 台灣管理法 在使用你台灣 這個美國的台灣管理法 我還會再介紹 他是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 所通過針對台灣地區的特別法 他是特別優先法 他說 要定位台灣的國家地位 或是說我們美國政府跟台灣的交往 一路要透過台灣管理法 這樣你台灣的國際地位才會情緒 你是叫做台灣 你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你們都來自己說的 但是我們對我 都說這叫做台灣 你知道嗎 我們對我都跟他說 他台灣就是台灣 他沒有中華民國 你看 美國的官員 當時沒說過中華民國 沒有 美國官員從來沒有在提中華民國了 你看美國官員 十個月都來台灣 他跟美國的中華民國 跟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台灣這個政權叫做中華民國 沒有 從來沒有講過 他來騙就說我要保護台灣 我要協防台灣 我要協助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他何時提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你自己說的 實際上你叫做台灣 但是你那個標籤 中華民國還給你帶著 所以我說的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標籤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他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法律功能了 中華民國一定沒有公認了 他一直在適合的政權 適合的政權 適合的政權 所以我先各位 我們先把他做一件事情的 這個釐清 到底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合作的對象 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這國家的定位先搞 先搞清楚 到底 美國要來幫忙的是中華民國 或是來幫忙台灣 你先把他搞清楚 好不好 因為我一句 人頭的事情 我們頭要先說得清楚 他到底是你保護中華民國 還是你保護台灣 其實你看看美國 包括總統都說 我要保護台灣 他有說要保護中華民國 沒有耶 沒有耶 他不再講中華民國 所以我說 你要站在美國關完 用台灣關的法 視角你看問題 一定沒有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好不好 中華民國一定變成說 算是一個國際問題 跟歷史 這等於美國 民主政府當然會先破 但是我說 實際中一定沒有中華民國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台灣 還有問題 我們這個台灣也有問題 因為這個國家 定位又不平 這個台灣 這個定位 還沒有清楚 當然這等於美國 民主政府來的時候 用法律給你選擇的時候 才會清楚 不然你現在你仍然是不清楚 你只能夠確定一段 說台灣是有美國總統的保護 這樣而已 台灣受到美國總統的保護 然後台灣是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就這樣子而已 你知道嗎 你只能夠確定這樣而已 台灣這個在台灣管轄區 實際上我們這個淨款叫做台灣機構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的你 很多東西到今天都還沒有定位 你說包含這個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他也沒用法律跟你說清楚 台灣跟中華民國之間 他到底有什麼連帶關係 有什麼東西還沒有清楚 他也沒有跟你講清楚 他沒有用法律跟你交代清楚 對吧 你現在用的新聞 新聞證和政府都叫中華民國 這問題怎麼處理都還沒有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的國家定位的問題 我們台灣這個國家的定位問題 仍然需要美國幫我們定位 用他的法律 因為台灣畢竟是有美國法律的關係 所以我們需要美國國的和統計國的法律 定位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你要記得一點 台灣是這個美國總統的 贊領和托管的地区 他在贊領和托管 所以你台灣是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原因就是這樣子 你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你聽到好不好 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還有在美國的官員的眼中 他們只有台灣 他們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是上代討論的議題 那人要處理的 你聽到好不好 現在就是都叫做台灣 你看美國總統國會 甚至我們的軍事政府的官員過來 一律講台灣 不講中華民國 實際上我們台灣有 他有沒有在證明 有 他已經在證明做台灣 你台灣就叫台灣 你不要再叫什麼中華民國了 所以美國官員也幫我們證明 說你台灣就是台灣 沒有什麼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是你自己說的 你懂的意思嗎 你那個標籤你還沒有撕掉 實際上你台灣就是台灣 但是那個標籤 跟中華民國都自己打了 你自己又在五歲 五歲說 這個標籤就中華民國了 但是實際上你是台灣了 你懂的意思嗎 你是要依實際台灣為主 還是依這個標籤 中華民國為準 你國外國也知道說 這個標籤就可以你抓的 我真的就是台灣了 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台灣這是真的 中華民國這是人說 這就存一個國號而已 所以你說的 所以你會聽到 蔡英文你說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都你的國家 那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就是國號 他你說的意思就是這個 但是他你說的這個台灣 他還沒跟你講 他不跟你講清楚 因為台灣的定位 還需要缺法律來證明 缺這個美國法律給你定位 所以你看這個美國總統和國會 最近對台灣通過很多法律 都說要保護台灣 要替台灣證明 替台灣在國際社會裡面 爭取活動的空間 有啊 這個是台灣國際地位的政政法 這個包含這個美國軍方 也現在都 都去台灣 慢慢的把台灣這些軍隊都接管 用邪訊的名義在做接管 我等一下都會講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今天的內容 一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前 總統在我們日本的這個本土 跟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岸田運送 日本國的修行開完了 他立即宣布 齁 一旦中國對台灣動武 美國將軍事介入防衛台灣 當然拜登總統這件也沒取消 他說我要保護台灣 隔一個禮拜之後 就是昨天 他就立即在宣布什麼 齁 美國聯邦參議員 達克沃斯今晚 再度訪台 哇 我問你啦 這件這個議員來 是搭什麼 是搭什麼來台灣的 我們來看這個什麼 US Air Force 美國空軍 所以我問你 這件他們來 代表什麼人 代表什麼人 代表 他是軍事政府所排過來 他是軍事政府的代表 所以我們大家你說 啊 我就沒看到美國軍事政府 我跟你說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啦 這隻飛鱗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啦 你叫 軍機 齁 飛鱗機代表一個 國家領土主權的延伸 你那你不用說他的軍機了啦 美國軍機等同航空母艦啦 這等同 美國的航空母艦 停靠台灣的 你有看到嗎 你說我就沒看到 航空母艦去停到台灣 但是你看 美國的軍機停到台灣 這難道不是同樣意思嗎 在法律上都一樣的咧 人家現在你看看 美國軍機直接把你停在松山機場咧 他法庭就停咧 你不能動的咧 他反應去 咻下去咧 這樣 你給他想一個問題 習近平怎麼不敢來 他怎麼不敢坐軍機來台灣 啊為什麼 美國的這個官員 包括他的議員 他敢飛來台灣 憑什麼 因為台灣就是美國的占領區啦 啊這屬於這個 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是不是一樣的 是 啊當然這台問題齁 我們前面都有講過法律問題 我今天就只有講結論 啊你如果聽不懂 你要回到前面去補習 齁 你要去補習台灣關係法 你要補習齁 齁 對日和平條約 就是舊金山條約 啊你也要去聽一下 看不懂怎麼說 齁 看不懂這都是美國法律 你要聽 美國法律怎麼定位我們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啊你齁 這才知道他們現在你說的 是是 到底說什麼事情 齁 啊你看到這百度的時候 你就看到美國空軍 有嗎 這是很要緊的捏 我們這 我們齁真的 在看事情 我們來看到這個背後的老虎 捏 這個議員你不要 欸我跟你說齁 你齁 不要看他 因為齁 我聽說他是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開那個 直升機 還有火箭炮去炸到直升機 卡回去 齁他是直升機 戰鬥直升機的駕駛 他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結果打伊拉克戰爭了 他以後要剩下火 阿火以後要這個經議員 你不能看他這樣 他是 我告訴你 他齁 這件來是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軍風 這算一個火 這也不是大家 做這種代表的 齁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能看他腳長他 他這是跟你說的 他來他是代表美國的軍風 這 這可以說我們黨署會的人 這就是軍事政府的人 人家用軍機給他載過來 軍機 軍機不是你想搭就能搭的 美國軍機 你一般人民想搭就搭 一般人民是不能搭這個美國軍機的 你搭美國軍機過來一定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阿什麼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美國總統 總統最大的那個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修理就是美國總統 阿還有國會 國那個所謂的國會的議員 如果經過授權的話 他也是屬於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最不是他的代表 因為 美國國防部相關的法律 就需要美國國會做背書 所以美國國會 他本身在有一個軍事委員會 有一個外交委員會 所以他本身 有很多是軍事委員 他本身就跟軍方就有關係 所以他也當然可以成為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所以 你這件這個國會議員來的 這是軍事政府的代表 所以你都說 你都沒有你看到軍事政府是 你沒有生的目標 你沒有腦袋 你沒有打開去想這個問題 你沒有了解美國法律的法律 阿當然 你如果了解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 非常粗鮮的事情 這也不需要跟你說 其實你看到這隻軍機你就知道 他是美國軍方的代表 對不對 這個軍機不是你要搭就搭的 我要搭我都不能搭 什麼原因 我箭百架 我怎麼可以搭他的軍機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的箭性價的代表 就美國軍方的代表 才可以搭這架軍機 阿不然你就是本身有任務 那你才能夠搭這架軍機 不是你要搭就搭的 沒那麼清菜 這個軍機不是隨便人可以上的 你知道嗎 你要跟美國軍方相關的代表 有關的人 還是說軍事人才可以搭這架軍機 好 所以我們這個看的時候 重點就是在這裡 美國的軍機 這很重要 所以你們 我們以後如果看到這個 美國軍方 他的比如他的軍包機 甚至他的軍艦 那個軍艦都不用講 尤其這種軍包機 你記得都軍方的代表 那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你說什麼叫美國軍事政府 其實這都是 這個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你說你有沒有看到USNG 有啊 這就是USNG 美國軍事政府 那不然這 美國空軍 這 這個是假的 這是真的 因為他就是代表美國軍事政府 你保安都說美國總統 經過這個美國軍方受款的 這個美國 這個參眾議會的代表 比如說我們這個軍事委員會 還是這個外交委員會 實際上 他如果說 經過這個受款 他過來 他也是代表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你美國軍方 相關的法律 都是美國國會通過 你知道嗎 所以 美國軍方的老闆 是國會議員 你知道的意思嗎 軍方的老闆 是美國 國會議員 所以這個美國國會議員 他們的身份裡面 還有這個軍事政府的 這個什麼 這個美國軍方的背景 他們當然 當然也可以是有這種背景的 啊 他們美國的議員裡面 有將近三分之一 美國的議員裡面 有將包含他的總統 有將近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軍方的背景 你知道嗎 以前做過兵的 你帶川普總統 以前的特軍校 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沒有軍方的背景 這個 美國人的觀念 裡面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從軍是一個榮耀 我去做過美國的這個 參加軍方是一個榮耀 你知道嗎 你去參與這個軍方是一個榮耀 你如果 拿下來之後 人家會特別尊重 你有以前做過軍人的身份 所以你去這個國會議員的時候 反而比較容易上 甚至你去競選美國總統的時 也特別容易 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 你知道嗎 這個 美國的文化就跟我們這邊的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說 美國的國會議員裡面 參眾議員裡面 有將近三分之一 甚至到一半 有時候會到一半 因為這個國會議員 四年要做一件的改選 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背景 都是跟美國軍方有關係 所以你也要了解 這個 美國的參眾議會 那些人員的背景 其實都跟美國軍方有很大的關係 他們以前做過兵 更簡單 所以這間議員來是代表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排國的代表 這醫藥你都要記得 這都當事會 以後是美國軍方董事會的人 這來你都要特別交代的 這是特別尊重的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他是這個國家排國的代表 軍事政府的代表 好 來 他來之後 隔天跟蔡英文建完會之後 他就講這些話 蔡英文就講這些話 美國國民警衛隊計畫與國軍合作 這跟拜登總統說的一樣 我美國要派兵去台灣 剛才有一樣嗎 差一禮拜而已 所以我上禮拜 我告訴你 美國會出兵保護台灣 他一定說 我們說一件事 不可以公共的取消都沒有行動 人家這禮拜 馬上就提行動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我要幫助你台灣的國軍 我幫你做訓練 當然要怎麼訓練 這是後面的事情 但是人隨 派人過來講 我們看這個議員來之後 美國軍事政府來的議員 代表跟蔡英文說了 蔡英文好像沒什麼感人 你知道嗎 我只看他講話那個標準 我跟你講 我早上有跟彤信在講這個問題 他說話那個標準 跟那個語氣 蔡英文跟他不是很願意 但是他又必須講 你知道嗎 不是很願意 但是必須講 那代表什麼 他受到一定的壓力 他怎麼直到上面的指示 叫他必須講這些話 所以定義 什麼樣的意思 蔡英文現在叫美國 軍事政府 一定壓住的 他已經把他壓住了 你知道嗎 你要記得一句話 你的頭 如果叫壓住的 你整個身體就叫壓住 你知道嗎 你看 你所謂的三軍統 所以現在叫美國軍 就已經壓住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整個台灣就叫這個 叫壓住的 不管你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你都叫蔡英文 叫美軍壓住 你就全都說壓住了 所以如果美國軍事政府 過來很簡單 把蔡英文 對啊 說我簡單 把他控制起來 把他扣起來 你知道意思嗎 你都叫我美國軍事 我要講的 你愛 我叫你說你就要講 所以這個蔡英文 我聽他說 那個語氣 我跟今天早上 在東京就你說 我早上七點半 東京就卡電就好了 他說 沒有啦 因為我早上要睡覺的時候 我要發這個消息給他 他早上起來 因為 都大家早上 他早上起來 看一看之後 他隨便卡電就好了 我就跟你說 他已經你講的語氣 聽聽 他好像很無情願 我說對 他好像是受到壓力這樣 這就是要他講的 那這 因為我們要看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 不是說只有看法律部分 我們要看人的感情 人的感情 你知道嗎 感情跟法律 你都要注意 那你有時候 你看他這個人 講我的條例 但是你也要注重他的感情 就是說他現在那個氛圍 他所在環境的那個 整體的感覺 他所做出來的反饋 我們說 有的人 這個 他過了好壞 是 你看他的民視 就知道他過了好壞了 那 有的人過得好 跟壞是寫在臉上的 這個蔡英文 稍微表演出來 好像 沒說多錢 我這樣 但是他必須要去講 蔡英文說什麼呢 他說 因此 美國國防部正 正在 積極籌化 你看 積極籌化 剛剛做很積極 那是不是真的是 真的很積極 拜登總統 公了料料 馬上就過來 過來 你看到嗎 是不是很積極 對沒有錯 美國國民警衛隊 與國軍的合作 但是蔡英文沒有透露細節 齁 你知道嗎 所以可能來 他講一個大概 他講一個大概 蔡英文是這種 他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所謂的軍事計畫 連蔡英文他自己也不知道 喔 因為齁 這個 我們知道 美國軍方裡面齁 他們有一個習俗 其實全世界軍隊都一樣 你如果要向我們派出 你做 做前進行 你到前一天 可能都還不知道 你要派去哪裡 啊等你要被派了 差不多二十四點鐘 還是十二個小時 你的長官就跟你講 我們接到命令了 我們十二小時之後 我們要搭軍機 我們要前進伊拉克 你知道嗎 前十二個小時才跟你講 那你現在可以打一通電話 跟你的家人 齁 可能啦齁 可能可以打 也可能不能打 齁 你知道意思嗎 那你跟你的家人說 說 拜 齁 還是說進行就講 齁 他就跟你講 齁 說 那個二十四點鐘以後 你所有的通訊 所有的手機都要關機 你不可以再有任何的通訊 你靜待命令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他兩種 啊我不知道到底哪一種 齁 看你剛才就想就想 反正你要聽 上面的安排 基本上所有的聯絡通訊 都是管制的 你要向我們派出進行 你如果今天是軍 軍的 你如果要向我們派出進行 前二十四小時 可能是 齁 齁 你都不知道 你要向我們派一堆 你只知道任務來了 上面會跟你講 我們的任務來了 我們要被派出去了 那你說派哪裡 不知道 我們就靜候命令 為什麼 防備消息走路 你知道意思嗎 會影響 部隊的安全 所以一般都不會讓你知道 啊 這當然 這美國軍事政府要去台灣 這個相關的軍事 布置 他會跟蔡文講嗎 一定不會跟他講的 所以他絕對不知道細節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 都知道美軍要進來 啊你問說 啊他要怎麼進去 他也不知道 其實他真的也不知道 啊你也不要問他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是正常的啦 因為軍方軍方 不是像我們民間 軍方都代表有一種 有一點保密性質 他們的保養很重要 所以你看看 那個軍方的人 嘴巴不會那個 所謂嘴巴很大 嘴巴都很緊的 你知道嗎 因為怕消息會走路 怕亂講話 會 擾亂部隊的這個 所謂的 明星士氣 你知道啊我會 會讓軍人 現在算說 你知道 去黑白相要經典 要出事 所以為什麼軍隊 要派出去進行 前24小時 可能都管制 都幫你管制 一般都會管制 你要派去隊 不知道 可能前 12個小時 你才知道 你們12個小時之後 我們要派到伊拉克 的某某點 我們要去那邊 做防守的人 可能你才知道 真的要派出去 才跟你講 所以蔡英文也不知道細節 你也要稍微知道 他們這個軍方 這個 他的 就是 他的作息 他的那個習慣 他的習慣 他的慣例 蔡英文補充 我們期待 在地區安全問題上 推行更密切 更深入的台美合作 有沒有 他說 說了 很清楚蔡英文說的是台美合作 他有說中華民國跟美國合作 沒有 你看是台美合作 所以 還有中華民國 沒有了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你知道意思嗎 蔡英文說的是台灣 台美合作 當然這個台灣有問題 這是第一件事 但是不管他說的是台美 在美國的官員跟軍方 他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達克沃斯後來與行政院長蘇貞昌交談時 表示 他帶來的美國國民警衛隊 國家夥伴計畫 這個我後來會再講 因為他現在是草案 他也沒有過法案 他說這個國民警衛隊 要保護台灣 有什麼意思嗎 這個負責人 當然這個國民警衛隊 要來看 主要也是有法律 該計畫 將與你一起建立 你的全面防疫 有沒有 哇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要幫台灣做全面的防疫 台灣來幫你做所有的 那個就是 呃 台灣防疫環節的 算說 設計 還有建議 啊這定義什麼意思 美軍這麼關台灣了 美軍已經在接台灣了 已經在接了 你現在台灣的國家 安全 現在給美國的國民 警衛隊在幫你防禦 你有沒有看到了 你現在台灣的國家安全 什麼人在幫你保護 美國的軍隊呢 你叫喔 美國國民警衛隊就是美軍喔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他的編制 他本身就是美軍喔 你知道嗎 啊你不要看到國民警衛隊 你說他是民兵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他只是任入性質的不一樣 所以他叫做國民警衛隊 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軍隊有兩種性質 一種性質 我們說的任入性質 對外 他專門在對全球 因為 美軍是一個全球化的軍隊 他不像中共的軍隊 是中國的軍隊 他在只有在中國 地區那邊 美軍是全球的部隊 所以大部分的美軍 百分之75的美軍 一定會被外派 百分之75的美軍 會被輪掉 跟外派 一般的美軍啦 就他的正規軍啦 他都是要派往海外的啦 有將近一半以上的 都是派往海外 那國民警衛隊的性質 就比較不一樣 他主要你保護 美國這50個州的國家安全 你知道嗎 譬如說他可能會 因為齁 你知道齁 像我舉一個例子 像 在 美國的南美 像德州還有加州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齁 那裡的毒銷 南美的毒銷 他的火力很強大 我聽說那個毒銷的 火力很強大 你知道嗎 不輸一般國家的軍隊 不輸一般國家的軍隊 當這種南美毒 南美毒銷要遭到的時 就需要出動什麼 國民警衛隊 甚至國民警衛隊有空軍 有F-16 你知道嗎 有F-16 那有重炮 他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M-1 A-1的坦克 你知道意思嗎 一定說 美國 國民警衛隊的 軍隊的 配置跟正規的美 美軍是同的 國民警衛隊的 國民警衛隊的 軍事配備跟正規的美軍 是差不多的齁 即使我們說的這個 國民警衛隊 他的任務性指 是在保護 美國的國家安全 你知道嗎 他在對他內部的 他不是對外的 他不是對外的 我們說的一般的美軍 他是對外的 美國的正規軍 他是全球部隊 他是對外的 齁 你知道嗎 他對內的就是 國民警衛隊 這個國民警衛隊的 人 和這個 美國 一般正規軍 他們可以護掉 甚至 如果你 很多人的時候 如果正規軍 如果不夠 國民警衛隊 他也可以被 派往海外 也是 要派去海外 如果在欠兵的時候 國民警衛隊頂著 也要上 也要當一般的軍隊 但是 國民警衛隊 一般如果在 正常狀況下 是對國內的 一般的美軍 是對海外的威脅 你知道意思嗎 全球的威脅 齁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國民警衛隊 所謂的國民警衛隊 他也是美軍 只是因為 他的任務性質不一樣 所以他叫做 國民警衛隊 啊 我們這個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的 戰鬥力 我告訴你齁 美軍的正規部隊 是全球第一 齁 全球第二的這個 這個 部隊是什麼 就是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那國民警衛隊 戰鬥力 我告訴你齁 比一個日本 跟五六四更加強 你也開玩笑 美國警衛隊 欸 這個國民警衛隊 戰鬥力世界第二 世界第一 就是 美國的正規軍 這個 美國的正規軍 大概是 120萬到 50萬之間 在那邊 在那邊賺 還有 差不多50萬的 美國國民警衛隊 那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他只有海 他只有海 海空軍 然後他還有一個 海岸型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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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也十多萬 齁 啊他當然他有一點像 國民警衛隊 他也是在保護美國 國家安全 但是他又加一個 齁 他齁 還有在保護海關 你知道齁 齁 你知道他還有跟 呃在保護美國 海上的貿易 還有海關 齁 齁他的任務性質 有不太一樣 所以但是我說 這大都是美軍 其實這些廣義上都是美軍 只是因為他的任務性質不一樣 齁 所以他齁 才叫做國民警衛隊 才叫做海岸巡訪隊 其實 他們 都是美軍 好不好 齁 所以 你不要五次 說什麼 美國國民警衛隊 要跟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的國軍 算是合作 我跟你說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要跟我們合作 啦 聽了有沒有 齁 齁 該計畫將與你一起建立 你的全面防疫 你 你現在台灣的防疫 叫美國國民警衛隊 在跟你建立 那這什麼意思 啊你都說這麼多年了 啊 你要聽話 你會聽話 你會聽話 啊你的防疫 現在是美國國民警衛隊 在跟你防疫 啊你都說接司委 啊 啊他蔡英文 齁 他沒有透露細節 啦 當然這達克斯他沒有講細節 蔡英文也沒有講細節 啦 齁 因為這個屬於比較保密 還有這個法案 也還在通過 齁 但是法案一旦 通過的時候 你放心 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你接管台灣 齁 他在接管台灣 好啊 我們來看一個台灣 這個台灣關係 我說 醫藥 台灣的 這個問題 國際問題 國家定位問題 都要在台灣管理 衍生出來 法案做定位 齁 啊我們來看 這個台灣管理法 裡面 要怎麼說台灣齁 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 第三條 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實行 齁你記得 台灣是 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齁 啊台灣就是 美國的國內 現在是有美國總統 跟軍事政府 會保護 齁 所以你放心 台灣很安全的 所以這也要說 為什麼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可以你調來台灣 保護你台灣的國家安全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 台灣國內在規定 所以 那你看 美國國民警衛隊 要來保護台灣 你就要對應相關的法律 啊你齁 這也知道說 那這個美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真的 齁 是要來保護台灣的 啊他有法律意義 他的法律意義是什麼 就是 台灣關係法 齁 啊台灣關係法的第幾條 你要就很清楚 啊你就知道 一講耶 齁 跟這個台灣管理法 這個美國法律是一樣的 齁人家美國依法行政 齁 來 第3條一講耶 為促進本法第2條 規定的政策 美國將向台灣提供 必要數量的國王物品及服務 以使台灣能夠保持足夠的自衛能力 齁 B總統和國會應該根據對台灣需求的判斷 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序 確定此類國王物品和服務 性質案數量 決定及包括評估上述台灣防衛的需求 應該包括美國軍事當局的審核 給予總統和國會的有關建議 齁 你聽什麼意思嗎 你講台灣的這個國王的問題 有 美國軍事當局 來幫你做決策 齁 在幫你做決定 啊這個美國軍事當局 當然齁 那個相關的自衛官很多 齁很多 因為 美國是個 共識決的國家 要決定 方圍台灣的事情 不是只有一個人說就算了 你知道 他不是一個人 不是總統說的算 也很 他會總統會徵詢很多人 所有的相關軍方的意見 包含國會的意見 齁 啊美國軍方的意見 包含國民警衛隊他們的意見 說 你要保護台灣總統統 統籌所有資訊之後 然後他美國總統就會宣佈 你像拜登要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 我跟你講齁 他們已經得到美國軍方 齁 他們的支持了 你知道意思齁 所以這拜登才會說 總統才會說 我要保護台灣 我要出兵台灣 啊 他說了之後 一禮拜他就叫他 說國民警衛隊要去買台灣 要幫你台灣協信 齁 有嗎齁 所以你現在台灣防衛的需求 應該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有嗎 所以我們就證明 台灣的這個國風 什麼人在你 在你安排 美國軍事政府 齁 齁 你這個台灣防 防衛的需求 是美國軍事政府在安排 所以你看看 這個美國參眾議會 這件 搭什麼過來 軍包機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排過來 人家大軍包機過來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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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人家 大軍包機過來 這就是代表 所以你要搞清楚狀況了 這美國軍事政府的意思了 這 人家都協調好了 齁 齁 齁 所以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意思 他說 要用國民警衛隊的方式 保護 你台灣 這就是拜登總統 說的 這樣他們有沒有套 你 對不對 不然這樣 我們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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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好 啊 這個代表 他們都講好了 齁 他們已經開會了 時候已經學 一些人都 一定 覆蓋 國民警衛隊 要來保護台灣 啊 國民警衛隊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那讓他們排過來 欸 你不要小看國民警衛隊 你是世界第二的軍事力量 elle 她的軍事力量比五百種高 她的部隊 好像有 我記得了超五十萬 國民警衛隊有50萬的軍隊 那個戰鬥力很強 你知道他不輸 美國的正規軍也不輸 主要就是說這個國民警衛隊就是 他在處理 他們處理內部的 在做美國國家安全內部的防疫 你台灣屬於美國的國內商人 所以他也想說 這樣用什麼來保護台灣 這樣美國國民警衛隊比較適合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說現在還會調美國國民警衛隊 會幫你協防台灣 會幫你用混亂的名義回來 他也說幫你台灣做防疫 幫你做訓練 等於美軍駐台 你知道意思嗎 那也同樣的意思 那這樣才不會造成所謂的區域緊張 是 台灣關係法是 總統被指示音訓室通知國會 如意台灣上面的人民安全 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 由此產生危急美國利益史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 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所以之前有些人很無敵的人 你說啊 這個台灣以後 如果有什麼 這個叫阿強把你侵略的時候 美國不會出兵 我跟你說一定出兵 為什麼台灣關係法第三條的詩 就跟你說了 你台灣的國家安全 受到威脅的時候 就是什麼 危及到美國的利益 那美國總統和國會 將依美國憲法的程序 什麼叫美國憲法的程序 台灣使用我美國 憲法的保護 所以你台灣是我什麼 嘿 是我的國內 阿是我美國憲法的保護 所以如果什麼人打台灣 就定義打我美國 我美國總統 會啟動我美國 這個總統和國會的憲法 程序 我要出兵台灣 保護台灣 我的解讀是 按照台灣關係法第三條C 所以我說 美國總統如果說 台灣受到侵略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兵 有沒有 這跟拜登說一樣的啊 各位你知道嗎 拜登的身份 是通過台灣關係法 現在 國會議員 現在國會議員 我聽說有四個人 剩下四個人 齁 他們當初 通過台灣關係 還在的人 剩四個人而已 拜登總統就 集中一個通過台灣關係的人 這台灣關係 可能 齁 拜登有起草過 可能他有起草過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美國國會 跟所有的行政官員 裡面剩下四個人 知道 台灣關係法 最清楚的 這四個 拜登記錄一下 所以你看 拜登說的 完全符合台灣管理法 裡面幾番 你知道嗎 所以 他是修台灣管理法 我一看 他講的沒有錯啊 你要講的符合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C的架構 好不好 第三條C的架構 不過我們再念一次 這很囂張 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 是美國總統和國會的問題 齁 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和軍事政府 在保護我們台灣的國家安全 齁 他講的很清楚 哇 台灣 齁 遭受威脅 台灣如果遭受威脅 齁 啊 產生危機美國的利益死 所以你台灣的國家安全 就是美國的利益 所以你台灣如果不安全的時候 你美國總統和國會 會按照美國憲法的程序 齁 齁 給你看到 你台灣是我美國的國來 受到同樣的威脅 我就會出兵台灣 所以你別說 什麼人敢咬台灣 我跟你說 美軍的百萬大軍就抬過來了 講生笑 你是抬生 所以說那些人都不可以打扯 你如果台灣關係不好好念 你不知道 實際上高的時候 那天你真的要贏的時候 人要怎麼做的 你不知道 你就是要打台灣管理法 你才會知道 人家美國要怎麼做動作 人家都寫在法律裡面 你相信法律就對了 因為 美國總統和國會的軍事政府 他也相信台灣管理法 他也都照這個案子去做的 有沒有 你看我剛才說的 什麼都符合台灣關係不好的架構 第三條 是不是 是啊齁 台灣管理法 這不是我寫的 這美國總統和國會跟軍事政府 人家 陪到美國法律通過 你知道嗎 所以這人一定會做 你看這個 國民政委隊要派來台灣 這也是台灣管理法 第三條的規範啊 他也沒有違反法律啊 他說你現在台灣的國防問題 我國民政委隊我替你顧 國民政委隊是這個 你要知道 他就是軍事政府 好來 第十條 現在蔡英文的新聞 蔡英文這個行政團隊 他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在我們台灣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說的 在美國官員的暗中 一定沒有中華民國 他只剩台灣 但是這個台灣 又不是正常的台灣 你知道嗎 這個台灣又不是正常的台灣 但是這個台灣齁 你還是用台灣關係法 你才看來請教我們這個台灣 齁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台灣 蔡英文這個台灣 到底什麼台灣 他叫做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 也可以說他是台灣 你問了什麼 你問了為什麼 因為法律規定 台灣機構可以說他是台灣 你知道嗎 台灣機構可以說他台灣 所以我說 你講的是一個台灣 是我們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委台灣的 還是這個 台灣機構的台灣 因為現在有兩個台灣 齁 但是我說不關 蔡英文的台灣 還是我們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委台灣 現在都是有 美國軍事政府的控制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齁 你就知道這樣就好了 齁 反正我講 現在都來的問題 現在都有美軍在處理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 處理 我們也沒有辦法整合 就只有軍事政府 人家有辦法 人家會制蔡英文 就會把它整合 他如果不可以 都會把他抵掉 你放心 齁 所以我們來知道 蔡英文現在這個台灣的 新聞到底是什麼 蔡英文也說他台灣 啊 他的台灣是 他的台灣是正常的台灣 他的台灣也不是正常的台灣 他的台灣是說 他還不正常的台灣 但是他都運作不可以 你說話說 這個 我們這個台灣 他這樣叫做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運作 因為 美國台灣管理法 第十條 給他這個管理 說他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 齁 他可以透過美國法律的方式 他在台灣島上 齁 你知道嗎齁 在範圍裡面 做他應該有的行 行政動作 你知道嗎 但是 在我們島來有效而已 你處理台灣 你處理台灣島以外 你處理台灣島 大家都不要自己認 啊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台灣管理法 第十條 叫做台灣機構齁 台灣機構 第十條 台灣管理法 第十條 台灣機構 這很要緊的 你這條如果看不見 你不知道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是什麼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他叫做台灣機構 法律上 他是台灣機構 但是他的名字 你以前那個中華民國 所以我就說說 實際上 我們現在蔡英文 這個台灣 就是台灣機構 但是他的標籤 那個中華民國 還把你打掉 那個標籤 叫做中華民國 實際上 他是 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他水美國總統 他是美國總統的 他是美國總統的 世上 蔡英文是 美國總統的小妹 你知道意思嗎 他 他暫時代表台灣 暫時 是美國總統的圍徒 在代表台灣 但是這個台灣不正常 你知道嗎 不正常的台灣 但是你說不正常 他為什麼可以運作 因為 美國總統 呼籲他的特權 還有豁免錢 我等一下都會講 你這樣你就會兩次了 你就知道說 人家是造法 你來做 是我五次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你要討論 你好好討論 你才會了解 這些事情 不要這樣齁 大人就這樣 像一隻狼狗一樣 一直這樣撞下去 齁 啊 你不能去聽人說 你自己去看法論 你看法論之後 你就不會誤解了 啊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 如果有問題 他要美國法律 就會他收掉 人家要控制 他要把台灣機構收掉 你知道意思嗎 啊 因為 現在蔡英文也是美國總統 欸 也是美國總統的 如果要把蔡英文這個團隊換 他要用什麼法律給他換掉 他也是要用美國法律給他換掉啊 啊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務的控制 就是美國法律啊 我們都把他換掉 美國軍事軍會 透過我們控制 把這個台灣機構 換作台灣民政務 他會換掉 你知道意思嗎 齁 啊 這都美國法律在安排 所以 我說實際 你如果不知道你收法律就好了 你如果不懂 你就守法律就好了 其他不甘你的事 其他人會效的 人自然才有法律去做 齁 啊 不要狗拿浩子 啊 你如果不效你賣做 啊賣說就好了 啊 你從我這個會效的 你就給我這個會效的來講 我就跟你說好誰 說這名字到底是怎樣 啊 他的演變是怎麼樣 啊 我學者啊 我怎麼不在研究這個呢 我就懂得知道 他才有法律要怎麼做 啊 所以你要把這個法律投入 你要知道 美國軍事政府 下一步對台灣要做什麼 齁 來我們來看現在 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的狀況 齁 台灣關係法第十條 台灣機構 A 美國總統或任何美國政府部門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有嗎 你台灣使用美國法律 你知道嗎 就我美國法律的授權和要求 向台灣提供或由台灣接受 及接受任何服務聯絡保證承諾或其他事項 包含你的這個所謂的所謂的所謂的 所謂的 欸護照 你都使用我美國法律 齁 由我 這個 美國來做提供 你台灣的貨幣 你台灣的信用 啊你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護照 齁 啊你齁 不管你叫中華民國的誰 就不管他我美國 來給你做提供 齁 你不正常 你還是可以運作 沒關係 你不正常 你繼續運作 齁 你齁 呃現在 台灣是一個國家名叫中華民國 沒關係 你有問題 你繼續運作 我要美國提供你 提供你保證 你 這個所謂的台灣中華民國 你可以繼續運作 齁 你知道嗎 你都做運作 你的護照也可以運 但是 國家 國際社會不會跟你信任 沒關係 由我美國 幫你提供 什麼 嘿 你 趁說 趁說幫你供應 齁 你說你我就出國 啊 你的情報應 你聽什麼意思齁 由我美國政府給你提供保證 你聽什麼意思齁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 你知道嗎齁 我知道你蔡英文這個台灣之國有問題 沒關係 由我美國政府提供你保證 我說包括我們現在台灣用的中華民國民國幣啦 跟什麼中華民國護照 齁 你知道嗎齁 齁 你什麼台灣是主權的 反正你不管啦 由我 美國政府部門提供你保證 齁 收款給你贏 齁 用台灣管理外 用台灣機構的名義 授權你繼續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存在在台灣 但是你這個中華民國一定不是以前 中華民國 齁 反正不管你說他不正常 但是我就跟你說他就是實在這樣 他就真的不正常 你知道嗎 他就真的不正常 齁 因為我們講一個問題 台灣 台灣 台灣機構他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他 他不是合法政府啊 因為他是機構啊 機構是政府啊 不是餒 所謂的這個機構像什麼 有點像難民營 難民營啦 武裝難民營啦 所以他不是合法的政府啦 第二 台灣機構他沒有國籍啊 因為他 因為他現在他的新聞情感 和補照是中華民國 啊中華民國全世界還沒有信任啊 所以這個台灣機構來的 存在兩個很重大的問題 第一個 他不是合法政府 第二個 他沒有國籍 啊這跟我們這個什麼 這個控制案 是完全講的來的 是一模一模的 啊他就針對這個問題 用控制案來處理 你知道意思嗎 齁你知道我們 我們第一部分先把 把那個中華民國拆掉 變成台灣機構 那台灣機構還是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有政府的 有合法政府的問題 還有第二個 有國籍的問題 人民有國籍的問題 啊哪 再用控制案 還幫你補第二件 你知道嗎 再跟你補第二次 所以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齁 有兩件 第一件 是實施台灣管理法 的時候 把中華民國抬頭 抬頭 美國總統 全補中華民國 不是合法政府 他是台灣機構 啊 他變成台灣機構 之後 我們就說兩件的問題 他不是合法政府 第二 他沒有合法 人民 這些人民沒有合法的國際 這還用我們控制案 做第二次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所以我們台灣國際 在進行法 有兩件 第一件 在實施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把中華民國抬頭 把中華民國抬頭 抬頭 做台灣機構 第二次是我們 林志生 跟林子安 跟台灣民政委的控制案 啊 這個補什麼 補我們台灣要建立 合法的政府 啊有什麼人來建 軍事政府來建 合法的民政務 你問我 有什麼法律規定的 法律規定的 他一定要怎麼辦 所以你放心 我們會有一個台灣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 由美國軍事政府來主導 這沒我們的事情 因為只有他們的管理去收邊而已 我們也沒有那個權利去做這個事情 知道嗎 這就是說 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 是上代討論的議題 等於美國軍事政府 軍事法庭 開庭之後 他就處理台灣機構了 知道嗎 我只講到這裡而已 反正到時候 你知道蔡英文這個機構 台灣機構 會被依法審理 他用法律 變更他的法律性質 此一機構 是由美國總統決定 而擁有必要權利者 有沒有 所以 所以齁 所以你講到 講到一個問題 蔡英文這個台灣 不是正常的台灣 但是 她怎麼有那個管理 齁 用 用那個什麼 用中 用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 負負責 和中華民國的錢 在那世界通銀 在那世界通銀 反正就是美國總統 他受款的 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給他什麼 必要的權利 有沒有 有啦齁 這不是我寫的齁 那是台灣管理的 第十條 A講的齁 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受款 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 有這個權利的齁 阿你叫齁 美國總統會有受款 阿哪 就都給他收回來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說欸 蔡英文是美國總統的 什麼小妹 他是美國總統的代理人 蔡英文的身份 台灣機構 實際上就是 美國總統的代理人 我們所謂這個 蔡英文台灣總統 你知道嗎 一個President President不是真正的總統 他是主席 台灣的主席 台灣的主席 蔡英文 就是我們都要過於總統 其實他叫做主席 蔡英文 台灣主席 你想一下 他是美國總統的 你知道代理人 你聽到嗎 美國總統受款蔡英文 這個台灣機構 有這個什麼 必要的權利 阿你都用這個 中華民國的國號 發行你的貨幣 也要發行你的身份證 也要發行你的所謂的護照 但是你這個身份證 護照不是正常的國家政府 你這個政府 你不是台灣的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你這是一個機構而已 你給台灣機構是政府嗎 不是 所以這跟我們可不可以說的一樣 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的台灣機構 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不是一個合法政府 他沒有國籍 他跟我們可不可以說的都一樣 再來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說的 就是要處理 台灣機構的什麼 嘿 政府問題 合法政府問題 第二個什麼 嘿國籍問題 你台灣就是進入第二 我們第二段的台灣國籍地位 他會正常化 第一段是把中華民國 這個五大常任 理 理事國 他鎖掉 在台灣國內 他鎖掉 金蓋舊的中華民國 在我們台灣 摸掉 美國總統 讓他滅亡 不然以後 才給台灣機構 他還在延長 以前中華民國的國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說 這個台灣是一個 所以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就這啦 講的就這啦 你知道嗎 台灣齁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機構 很像一個國 國家 但是我們的名字 又叫中華民國 這他講的就是這個啦 我們下一段 再看我們就清楚了 B 台灣設立的機構 是由美國總統的要求 擴展而設立 好不好 所以這個台灣機構 是什麼人是的 美國總統 所以蔡英文 就是美國總統的小妹 他的代理人 機構之官員 及輔助人員 和以前一樣 是先前在美利堅合眾國 裡面營運 是1979年1月1日 以前的中華民國 被承認作為 像是台灣上面的管轄當局 哇 他講得很清楚呀 你這個台灣機構 你用延長以前 1979年進行那個 蔣介石中華民國的 所謂國號 你說我把中華民國那隻破衣 就批在你台灣機構上面 我說那個標籤 那個 中華民國是不是死啊 夢啊 在我們台灣夢裡 叫美國總統把他照不掉 但是他照不掉 他要以 欸 人家說的 虎屎流皮啊 齁 如果死都會老皮下來 齁 啊我們就把這個中華民國這隻破衣 齁 你知道齁 這隻破衣 啊 躲在我們這個 台灣機構頭上 齁 所以 我們也是台灣 但是我們對外都叫中華民國 原因就是在那裡 就是我們那隻破衣 你把他批在清 那隻破衣 叫什麼 叫中華民國 所以我說這個中華民國 實際上 走就不會忘了 但是我們台灣 這些傲的還要批在他們 是 我們實際上 蔡英文 他可以自己證明我就是台灣機構 啊 我就是台灣機構 但是 台灣機構 不是台灣國啊 齁 你知道意思嗎 齁 他仍然有 仍然有問題 整個說 阿不然在中華民國 那隻破衣 忘情 啊 所以就變成說 台灣機構 名字 中華民國 啊 你說的台灣 機構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都不是合法的政府 齁 啊他人民的國籍也都有問題 啊這就是我們抗媒體在說的 所以我們的抗媒體是這個美國軍方的專家 法律專家所識的 他在點問題 是點得很準 他對台灣管理 這裡面說的事情非常清楚 所以我只看了那個抗媒體 那個卷種 這就軍事政府下來 他對這台灣 這相關台灣管理 裡面說的事情非常清楚 那是你對法律沒有研究 你像我這樣在做研究 我說他們說的都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個抗媒體是 美國軍事政府 在告美國政府 你知道那意思嗎 說你不違法行政 啊你給台灣人 沒有政務 也沒有國籍 他還要 這個軍事政府 說的都對 因為軍事政府 當初有參加 去設立台灣管理 所以他當然也知道 台灣管理 這個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的空洞 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的空洞 就是第一 他不是合法政府 第二 因為他不是合法的政府 變成台灣人民 沒有合法的國籍 他產生兩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 空洞裡面在說的 所以說的 我們這個台灣機構 可以叫中華民國 的原因 就是在這裏 中華民國別夢 但是 那些破了什麼 台灣機構 叫在請 這個台灣機構 就是美國總統說 設的什麼 代理政權 代理政權 你記得喔 他也有管理喔 台灣機構 他也有權利喔 他權利來也是誰給他的 美國總統 所以如果美國總統有一天 可能背來台灣說 你這台灣機構 時間夠了 你知道嗎 你要併入台灣政府 你就叫做 瘦邊了 你就叫美國金融政府 把你瘦邊去了 瘦邊了 像台灣政府 C 已經授錢 給予美國 再來協會 及其支援相匹配 的台灣特權 及後美錢 有沒有 所以讓你覺得AIT 所以AIT 他在台灣 也有特權 也有後美錢 齁 跟美國總統一樣齁 那總統被授錢 在擴展台灣機構 和其適當支援 旅行有效表現的功能 有沒有 所以你齁 這個 AIT 美國再來是會在台灣 你有特權 跟後美錢 然後總統齁 在 授錢做一個演演展 正如講這 什麼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 台灣機構的直屬長官是AIT 你知道嗎 他這句話說的意思很簡單 我講他的結論 台灣機構 這個蔡英文的直屬長官 齁 是AIT 齁 啊 AIT背後 最大的老闆 就是美國總統 所以 現在會用關 蔡英文的齁 除了美國總統以外 AIT 也可以管 AIT也可以管 蔡英文 所以你包含 阿扁 你做這個 這個 所謂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人家他就說 阿扁自己說的 他說 他在做這個 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齁 我都要接受 美國軍事政府的安排 齁 跟AIT的安排 他說的是 我要接受 美國軍事政府跟AIT的安排 你知道嗎 這是阿扁 清水 自己說的 阿扁說得對嗎 說得對 這就是台灣管理法 第十條之西裡面說 齁 台灣有抵權 阿這個抵權 就是美國總統的抵權 美國總統的抵權 先賦予給AIT 美國再來協會 那AI 那AIT這個 美國再來協會 齁 再把他這個權力 再延展給誰 延展給台灣機構 齁 所以誰是老大 AIT是老大 然後 台灣機構 蔡英文是 齁 齁你知道嗎 老二啦 阿所以說得說 定義說 蔡英文的直屬上司 是AIT AIT就是美國再來協會 阿未來 美國再來協會 跟這個台灣機構 會合併起來 他叫做台灣政府 他叫做台灣政府 哇 我前面都有講過了 齁 你如果相關你聽我 演講的 你就把前面我講的那些機會 把他拿起來 喔 原來是這樣齁 這樣 我們這個台灣機構 未來會被 AIT收編 對 阿 這個 台灣機構未來就會 被AIT 把它收編之後 就會變成我們說的 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民政府 是什麼人就會轉型的 AIT 美國再來協會 美國再來協會 未來就會轉變成為 齁 台灣民政府 啊 台灣民 民政府是什麼 台灣管轄當局 啊 齁 台灣管轄當局 啊 這個 AIT的 齁 那 AIT上面還有一個長官是誰 美國總統 那美國總統就是代表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齁 定義很簡單的齁 美國總統會背過來台灣 選擇 AIT 轉型做台灣政府 齁 你們知道結論如何 你齁 聽我說可能你背回來沒關係 因為 我們在搞法律的 我們在了解法律 我們會搞得很清楚 但是 你如果你聽 你如果不說很清楚沒關係 我跟你說結論就好了 美國總統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的背來台灣 選擇 美國在台協會 轉型成為台灣政府 你知道那意思嗎 他會這樣選擇 啊你蔡英文 你也要參加台灣 台灣政府 我整個都要跟你台灣手邊 齁 大概是這樣 我 我只跟你說結論 結論長成這樣子 啊 其他都是法律細節 那都法律 那都法律 專家的工作而已 你知道那意思嗎 齁 你只看見那個結論的外面就好了 你齁 知道結論就好 結論就是 美國總統代表軍事政府 背來台灣 選擇 美國在台協會 齁 依法轉型成為什麼 台灣政府 啊 都把你手邊起來 你知道嗎 我把你收起來就對了 要用什麼名字來收 台灣政府的名義 台灣政府的名字 齁 把你這蔡英文的台灣機構 都收收大 收收起來 齁 這美國總統會過來台灣選保 還是說他在白宮簽一個 簽一個 簽一個行政命令齁 那是不是這樣子 也有可能齁 反正由美國總統來選保就對了齁 好 那這樣就整個 蔡英文的未來 台灣機構的未來 我也 我也從這邊就講了 齁 說齁請做 你了解法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啊 他對應的流程是怎樣 他會長成什麼樣子齁 好 好 我們再來說 國民警衛隊 為什麼可以 來 國民警衛隊 和台灣之間合作的可能性簡報 齁 他這1249條裡面就有說 他這個頂理的法案 啊 今年來辭職 齁 來我們來看怎麼說齁 齁 這個1249條 你用去看我去年的12月好像27號 2021年的 2021年的12月27號 我有說 美國2022年的國王受選 有你講這些事情齁 你用去聽一件 總則 不遲疑 2022年2月25日 15日 國王部長應向國會 國王委員會通報加強 國民警衛隊與台灣合作的可能性 和可取性 齁 B要素 小潔要求簡報應包括下內容 上一 歷年 國民警衛隊與台灣合作情況說明 所以 國民警衛隊叮擬 去年度 去年度是什麼時候時候 20大概 21年齁 2021年的時候 就在跟台灣做合作了 其實叮擬齁 去年國民警衛隊就已經 有人過來台灣的 也先前部隊炸的過來 啊今年會 擴大合作 齁 啊這個國民警衛隊裡面有說到 我之前有看到 有看我們的內容 他們說就是說 我們 台灣的軍隊 可以派過夏威夷跟加州 跟他聯合演訓 我大概青年的9月 美國要看 就是要在印度 太平洋聯合做軍演的時候 我們台灣好像可以派軍隊過 跟他們一起做協訓 好像是在夏威夷 我們好像會被受壓 就是受壓 就是受壓 就是那個用 用的國民警衛隊 把我們 把我們台灣的軍隊 搖請歸夏威夷做訓練 還是加州 我們加州有一個齁 那個 美國最大的訓練集體 在那個 齁 就在 加州那裡 齁 還有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主要都是 海軍跟空軍 加州那邊 他是陸軍 六軍 包含空 包含空軍 我記得好像也在加州訓練 加州一個很大的陸軍基地 跟空軍基地 我們台灣的軍隊排隊 都在那裡 我記得好像在那邊 這間要擴大合作 就對了 因為說我們未來齁 未來齁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這個 軍風的齁 聽說如果要升官 要到 美國去做演訓 你去就可能美國 調到美國 訓練一年 你再調回來 你就升官了 好像是這樣子齁 那是好像是高階的軍官 你會聽說會這樣子 二評估國民警衛隊 與台灣一系列活動 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你會加強在哪裡 第一個 災害及應急響應 B網路防禦和通信安全 C軍力合作 第一普通化教育和文化交流 一國民警衛隊顧問協訓 訓練台灣軍隊後備部隊的計畫 所以這個國民警衛隊 過來主要要訓練我們的後備 主要訓練我們的後備部隊 我們的後備部隊 未來就會跟美國的國民警衛隊很像 你知道嗎 會很像 我們的後備部隊 三 加強此類合作和提高互通性的建立 包括通過熟悉訪問合作培訓 和演習以及共同部署 四 國防部長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事項 所以這講話說 國民警衛隊過來台灣主要要做什麼 做台灣的國家安全 台灣的安全防疫 啊 這個剛才跟 那個 達克沃斯 他們剛才 這個 達克沃斯過來講的都一樣 該計畫 將與你一起建立你的全面防疫 包含這個 這個 全民的 全民的總動員部分 包含你這個 用來台灣用來防衛 他過來都會把你教整套 甚至你需要什麼裝備 你什麼人的信念 他會幫你評估 你如果自己分聯 可能就把你送去加州 還是送去夏威夷 你什麼軍隊 他會跟你評估 你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武器 他就說 建議採購清單 你今年要買什麼武器 你要建構什麼樣的防疫網 他們都會提供建議 他就建議 說是台灣的國家安全 就去美國軍事政府集會 你聽到沒有 那就是縮邊啊 那就是台灣政府啊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縮邊啊 那怎麼會有中華民國 沒有了啦 中華民國再來連那個 連他的名字 就不用贏了 再來連中華民國 這四億 就不用 就不用在台灣贏了 贏了因為 中華民國要下架 我聽說中華民國會說辦 中華民國會上軍事法庭 再被辦 再被辦一次啦 他的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後來我們現在說 今天我們的final的結論 美國公民警衛隊計畫 與台灣國軍合作的 他你記得喔 在美國關完的暗中 一定沒有中華民國了 你現在台灣叫做台灣 當然你這個台灣 還沒正常沒關係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會處理 他會用法律 你知道嗎 用軍事審判 會處理過去 的中華民國 還有什麼 還有你這 台灣機構的 司法性問題 會再做處理一次 這沒有我們的事情了 我們也沒有能力處理 這只有軍事政府有能力處理 我們今天跟他說 我們今天說的這個結論 第一個 一旦台灣有事 美國總統於5月23日宣布 軍事保護台灣 也暗示 每日將會介入台海戰局 如果說萬一台灣有事 美國和日本會聯軍去台灣 你放心 這台灣的國家安全 我們很好 叫日本和美國保護 第二個 在接見美國國會議員之後 蔡英文宣告 美國國民兵學訓台軍 你看到嗎 他說的是訓練台灣的軍隊 他沒說訓練台灣民國了 這什麼意思 代表美國軍事政府用台灣政府的名字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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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收編 他正在收編了 你中華民國的準備要拿 準備要下架了 要做台灣政府了 事實上早於今年初 2022年國防所有法案已經陳述 國民兵 已經協訓台軍了 所以 這個美國國民警衛隊 你訓練台灣 定你的開始了 至少去年 去年就開始了 去年是不是在之前 我就不知道 但是在去年 就已經開始了 你說前年是不是有 可能也有 但是我不知道了 我 我還要再翻一下法案 但是我看見去年 美國國民警衛隊 就在訓練 我們台灣的後備了 去年就在訓練 去年就在訓練 是 美軍協訓台 台軍早於 美 這個 美 在那 美軍顧問團時代 就是 以前你說的 這個 美國國問團 有來訓練台灣 有 你如果超過65歲 以上的 時代 做過兵的 你就知道 以前我記得 好像 我記得 每一個 我不知道好像銀還是師 銀幾單位 還是師的單位 都有 美軍顧問團 你如果做教官 在那邊當教官 有 以前我們的師一定有 我不知道銀有沒有 聽說有 我記得有的銀 裡面有 有美 有美軍顧問團的軍官 在那幫你做什麼 做幹部 做這個顧問 跟你說你 知道怎麼訓練軍隊 齁 你知道嗎 怎麼訓練軍隊 你的軍隊才會產生戰力 這就是美軍顧問團 我只知道這樣而已 以前有美軍顧問團 你把這個 所謂中華民國軍隊做訓練 1949年 1979年 之間 美軍顧問團 曾經協防台灣 以前 美軍顧問團 在台灣 最高峰的時候 有20萬 20萬的軍隊 在我們台灣 你知道嗎 協防 協防是協防台灣 還跟我們 這個美軍 還派給外人 那個時候 在打月戰 你知道嗎 也有一段期間 在打韓戰 一開始先打韓戰 在打韓戰那個時候 美軍顧問團 就在台灣了 在打韓戰的時候 美軍顧問團 就在台灣了 你以後 你以後 打打韓戰的時候 是高峰 有總共20萬的美軍在台灣 那時候 美軍的總部在那裡 今天這個 我記得好像在中山北路 好像不知道 差不多四大五大那 他要過大直那裡 齁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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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到大直那裡 在原山飯店的 差不多前面那裡 前面那10 那裡有一個 這個 美軍顧問團的總部在那裡 齁 現在好像不知道 變成 美軍顧問團 那個總部 現在好像變成什麼 音樂廳 那個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個展覽廠 還是什麼 我沒記得那個名字齁 那個以前美軍顧問團的 舊子在那邊齁 所以以前美軍顧問團 過過台灣 所以他現在用這個 那些國民兵的名義來給你倒過台灣 齁 幫你做協法 齁 所以你也覺得說 這個 歷史以前的慣例 齁 依據台灣關係法 台灣實際上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當局的司法管轄區 台灣軍實際上是 立屬於 台灣 美軍政府的 台灣國民兵 與 美國國民兵 是相同的法律性質 齁 所以我們未來這個 台灣的軍隊 在那台灣政府之下齁 他有點像 國民兵的性質 國民兵 就是 國民警衛隊的性質 因為我們要適用 美國法律 因為 在那台灣官員 裡面有說 你適用你台灣的 你就用你台灣的法律 如果萬一 如果無資料適應的時候 你用我美國的法律 你知道的意思嗎 台灣關係法 裡面有特別的規範 如果適用你台灣的法律 齁 你就適用你台灣的法律 但是你台灣的法律 如果一旦無資料處理的時候 你適用我美國的法律 你知道的意思嗎 齁 所以這就是 台灣是 美國司法管轄圈裡面講的 但是你要去看台灣管法 你才會清楚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一個原則 適用你台灣的法律 齁 適用你台灣的法律 齁 你用你台灣自己規定的法律 就好了 這叫做 這叫做台灣關係法 裡面台灣有 雖然是美國法律 但是你不一定 要完全適用美國的法律 你用你台灣人自己去定的法律 或是台灣的美軍定的法律 這做優先啦 如果你說這個問題 還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這樣適用我美國的法律 我們台灣的軍 軍隊的問題 剛好這個問題剛好處理 因為台灣的軍隊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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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台灣管人來賓說的 你台灣的法律 你如果有你使用你台灣 萬一你台灣的法律 如果不知道 所以你用我美國的法律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 他現在要做的意思 我就大概說 他這個法律是要怎麼做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派國民警衛隊 來幫你困難你台灣軍隊 就是要把你台灣的軍隊 變造到美國的國民警衛隊很像 好不好 那為什麼這是適當性的問題 因為你台灣你也不是台灣國 但是你現在 你沒有台灣國 你還要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 這樣你要怎麼做 使用我美國的法律 你向我國民警衛隊學 你台灣的軍隊 未來向我美國國民警衛隊學 相關的典章制度 包含法律 裡面所有規範包含武器 包含戰績 我都國民警衛隊 我手把手教你 我都跟你傳教 給你台灣的軍隊未來 就會跟國民警衛隊很像 啊國民警衛隊你記得就是美軍 啊這個國民警衛隊 是保護美國國內的國家安全的 其實他也隸屬於美金啦 只是我要說他的任務性質 是不一樣 他是在保護美國內部的國家安全 啊所以美國這樣來配合 用國民警衛隊來訓練台灣 完全是正確的 好不好 這是高手 這是高手 我只看他做的 我就知道啊這個 這是高手 他很了解台灣管理法 啊也很了解國民警衛隊的性質 這是只有美國軍統可以下這個 這個法律 說叫國民警衛隊來協訓台灣 來做合作 包含台灣防衛的佈置 由國民警衛隊一手包辦 這很恰當 法律上 齁完全通 然後 在是適當性上 他也適當 所以我認為說 美國軍統做這個安排是對的 由國民警衛隊來包辦 台灣的訓練 還有 台灣的防疫 很適當 好不好 齁 因為 邪訓實為收編 台灣島上 軍隊的台灣國軍 齁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軍隊齁 就跟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很像 是不是說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他就台灣國軍 你知道嗎 我們就說 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我們就叫做國軍 你知道嗎 齁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的軍隊 未來就變成什麼 齁 跟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齁 做學習 齁 齁 因為包含適當性 包含法律 齁 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 齁 因為他們 因為他不會排斥 然後他也很適當 他不違反法律 齁 然後也很恰當 因為他違反 他不違反台灣關係法 齁 就是你用國 國民警衛隊 這個模式來協 協訓 我們未來台灣的軍隊 才是遵守台灣關係法 齁 才是很恰當 齁 真實喔 因為你記得我們沒有台灣國 啦 所以我們台灣的軍隊 不能跟一般的國家的軍隊一樣 齁 啊你這個想來想過去 你台灣的軍隊 不是一般國家的軍隊 這樣你要怎麼保護台灣 你還是要給他法律上的名義 這樣很簡單 你把 因為台灣是用美 用什麼 是用美國的國內法 你台灣就是美國的國內 這樣很簡單 你用我國民警衛隊的法律 你知道嗎 我把你台灣的軍隊 我把國民警衛隊的法律都幫你 因為你台灣的軍隊就是國民警衛隊 啦 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啦 啊 這個 美國國民警衛隊在台灣就是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啦 所以我們台灣的軍隊以後就是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啦 啊 就是台灣的國軍啦 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啦 啊 啊 我們台灣的國民警衛隊 所有的這個 這個一些武器啊 相關的戰法啊 還有相關的法律 都是從 美 從 美國國的國民警衛隊搬過來的 好不好 啊 啊 這是美國軍現在的安排 我真的 很恰當 齁 做得很漂亮啦 齁 這我沒話說齁 好 那今天就是這樣子 我用說的到這裡而已 我一定給來賓 愛說的 都說給你聽啊 法律也都講給你聽了 啊 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也都跟你講了 啊 我這個人是不放 不放馬歐炮 你如果要了解得清楚 你去看我三本論文 齁 那個就是對日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還有康美案 我裡面都有做介紹 我演講也有 你也可以去聽 齁 我以前的演講也有你用去聽 你如果對這有興趣 想要了解得深一點 齁 我建議你會去聽相關的法律 我今天會跟你講這 那就是我自己做研究的啦 我才知道他這樣做是對的啦 齁 啊他說 朝什麼方向在做 啊我已經全部 大概 我講了八九成 他想要讓我們知道 我都跟你講了 齁 啊當然還有一些我可能 我能力有限啦 我的角度沒有看得很準 啊還有一些我沒說到的 沒關係 我慢慢想了 如果想到時候再給各位報告 如果想到我自己講 一定都跟你講了 因為我今天整個早上齁 跟童心聊完天之後 我就一直在想 啊這到底是怎樣 他們這個架構 他為什麼要國民警衛隊 他為什麼不用第七艦隊 他為什麼不用這個 我們的 夏威夷那邊的美軍 還是用關島的美軍 跟我們邪訓 為什麼他就要國民警衛隊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做一個研究 這樣對法律都一樣 因為他 啊 考慮到一個問題 台灣的軍隊 不是一般國家的軍隊 這樣要適用美國法律 這樣要適用美國法律 那美國法律 有沒有相關的法律 可以適用你台灣 未來的軍隊 這樣很簡單的 國民警衛隊 國民警衛隊 我聽說現在 一定在跟我們訓練 還有一個單位叫做什麼呢 那個 那個 美國的海岸警備隊 海岸警備隊 現在在訓練我們的海巡 我們的海 我們的海巡 現在是 那個海岸巡防隊 他 美國裡面他還有一個軍種 他叫做國民警衛 那個叫做海岸國民警衛隊 你知道他海岸警衛隊 他專門在顧海洋的 跟我們的海巡署很像 所以我們現在的海巡署 你受這個 這個 美國的海岸警備隊的訓練 定義說我們的海防 我們的海巡 跟我們的軍隊 現在都由美國軍事 政府的兩個單位 第一個 國民警衛隊 第二個 那個 那個 海岸警備隊 現在在跟我們訓練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現在在接管台灣 你知道嗎 想要讓美國總統隊來選擇 這些事情 說你們不能夠用中華民國 你們就是台灣政府 那就是台灣國際地位 政策 當然這軍事 還會開燈 他會開燈 他會開燈眷衆 會跟你講 包括我們空門 要求求上 他都會說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再看著辦 下半年有大戲 絕對有大事情 我們說的 當然你說 有一個叫做 波動蟲劑 我說波動蟲劑 當然很清楚 他說人口 要大地當進行 一定有些小小的搖動 小小的搖 你看 現在每個美國官 以前是每個 現在是每個禮拜 現在是每個禮拜 真的是氣 氣噗噗啦 你知道嗎 啊這 我聽說他們來的時候 聽說 派三十幾歲人去 過來跟我們示威一下 後來 那其實我覺得那到 我說打不起來啦 那打不起來啦 好啦 那就是我們最後要說的這個 台灣的合法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我們未來要做這個 啊這由美國軍事政府在主得 啊我們台灣民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民政府 實際上是AIT轉軌 AIT未來就會被 合法繼承 成為台灣民政府 所以你如果 真的要做官員 你要去AIT 你要去AIT說有請 AIT如果有給你聘書 他說你是台灣民政府的官 你就是 所以你現在要等 你在等什麼 AIT的聘書 美國再來協會 實際上我們台灣 這個台灣民政府 在那裡 在我們台灣的地方 你說在在新竹 不是啦 那只是一個辦事處而已 它只是個訓練中心而已 是這由台灣民政府 在AIT裡面 是這由台灣民政府 就是AIT 因為這台灣官員 裡面第六條 有說 美國再來協會 會被繼承 會被誰繼承 台灣民政府繼承 齁 這個台灣民政府屬於誰的 屬於美國軍事政府的 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AIT的前身就是 美軍顧問團 就是美軍顧問團 就是美軍顧問團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齁 齁 這個AIT實際上 裡面就是有 美國軍事政府和 台灣民政府 它有這兩個單位 你知道那意思嗎 AIT裡面實際上 有這兩個單位 這都叫做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加工都是 美軍顧問團裡面 所分出來 所以你要了解 美軍顧問團的 理數 你再了解AIT 你再了解AIT 未來會變做 美國軍政府和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那意思嗎 這個 你有相關的這個 理數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們怎麼演變 你還配合台灣管理法 你才看得出來 所以說到是 你如果真的要 全部都了解這些民衡 說到是 你要有一點的會數 你少年不可能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都法律的規定 你最不要超過 四十幾歲 以後 從我這樣做研究 你以前的 一些歷數 你多少了解 你才做相關的研究 你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你要了解 整個台灣管理法 你的 你的歲數不能太年輕 三十幾歲 還沒辦法 你二三十歲 你的月曆還不夠 你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你人生的經驗 還有你相關的歷史背景 你可能沒有 所以你就不知道解一下 但是你如果說我這四十幾歲 你如果對相關更有研究 因為我對台灣的歷史 特別有興趣 人頭的事情 我看一件我就記起來了 我有一個印象 我不是背文字 我有一個印象 那個東西是存在的 那個東西跟那個東西 其實我會去想說 這兩個這樣到底什麼關係 所以我對這個歷史的掌握還不錯 齁 我對歷史的方向感是非常有的 其實我學 我所有的學科裡面 我學的最好的就是歷史 其實我的歷史很好的 我的歷史 用說你聯考的時候 我是定標的 我是前百分之一的 明明我看到 我就知道他什麼意思 我的歷史特別好 啊其他的也不會很差 就是普普的 但是就有一個很非常的 非常的突出 歷史特別好 啊地理也不差 我對地理也就有興趣 我以前就看世界地圖 我這個國家城市在哪裡 還有什麼礦產啊 人口結構什麼啊 宗教文化是誰 我對這個國家 都希望我了解 什麼地區在哪裡 你跟我說什麼都知道 我的歷史跟地理就特別好 因為我這人是很好奇的 想說這個專局這麼大 想要去了解一些事情 啊其他的科也不是差啦 就是普通啦 普通啦 就是啊 他不會太差啦 好啦齁 反正今天 今天跟你講就到這樣 我們最後就是要做這個 台灣政府 這都現在都美軍的工作了 其實你們故意你們好好等就好了 你們這一定會造型 你說為什麼會做成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的法律 走走走走走就規定好了 他本來就是要怎麼做啊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務 在講的這個法律 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什麼 對台灣的計畫呢 我們這是軍事計畫呢 拿著給你打的 你什麼意思啊 你應該聽我講的意思啊 我們台灣民政務 講的這套法律這個名字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的計畫呢 你知道意思嗎 齁 我們你講的這個對峙和平條 那台灣關係也控制不了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的計畫 齁 啊要做台灣政府 啊現在過來都美軍的工作 啊你們在這裡好好等就好了 不能出警察 齁 不要去犯罪 也不要去犯錯 你知道意思嗎 齁 不要去犯罪 也不要去犯罪 啊你有耐心的等身體夠的用 齁 你知道意思嗎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